是沒有用的 之前我也有說過 有一個信眾碰到我都會覺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他們在不好意思 不是我在不好意思 接下來 還會走去看我 碰到 不好意思 都會想想 我就是這麼想想 我頭頭要給我碰到 碰到後 他就跟我說 喔 法師 我知道你說的東西很重要 很重要 哪有比較認真來聽 他就聽不懂 所以有的也不是說不想知道 聽不懂 為什麼聽不懂 就要小學 他就累積不夠了 所以會聽不懂 你要說一等的MV 你跟小學生講 他不要聽不懂 所以 法就是這樣 第一天不能讓他這麼輕易就得到 為什麼 因為福德還不夠 他對法還不是很重 還不是很好耀 然後後來一直等 等到第幾天 等到第七天 所以這幾天都是 這七天都是在碰到的 但是我跟你說 你碰到的中間 他也不敢亂跑 他就住在這個地方 他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去 他不知道要怎麼去 就跟他疼苦 所以說 痛苦是痛苦就沒人家咬 所以就等到苦沒七天七日 所以我也講這個比喻人民聽 就像是禮祖要去找達摩祖師 求法的時尊 貴了三天三月 還要斷幣 但是你不用斷幣 不要跟他那邊講 這是他的例子 不是大家都要做祖書 那大家都要做祖書 祖書可以當幾個 對不對 這是過程 所以他就在那裡 苦七明七日 也不敢走 所以我跟你說 對法 對三寶的進走 就是要這樣 在怎麼磨的時候 你都不能對三寶 失去信心 不是說 佛菩薩 你看我 我之前就對你不錯 你看我現在落爛 你怎麼都不出現什麼原因 你是怎麼那麼佔念 不是這樣 因為有以後 法有他什麼時候 該對的時候 時間到了是嗎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堂課繼續翻牆